大家好我是Paul 最后到周五英文一起读 今天我们要讲的其实不是很长 我主要只是想透过这篇报导的标题 再跟大家强调一下英文文法很重要的概念 它的内容其实很有趣 只是说它的报导没有很长 所以我们很快就可以带完了 标题说什么呢 或者它的整个就是报导说什么 就是说我们是台湾是有喝茶的文化 对不对 但我们也知道茶的发源地带就中国 那茶这个东西在各个不同的文的语言里面 它的这个字的发音 其实根据它怎么被运输来 就会发什么样的音 所以我先读一下给你听 所以为什么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中 讲到茶只有两个字 就是不同发音的字 一个叫t 一个叫cha 如果你对于西方文化有点了解的话 就是Starbucks很早以前就开始卖茶 然后它的茶就叫做chai 如果你有熟悉的话 chai chai就是chai的一种variation 所以再强调一次 这边这个概念是说 如果说你的这个语言 你接受到茶的时候 它是从海上运来的 你大概有很高的几率叫它t 或者t的类似的发音 那如果你的这个语言 或者你这个国家 你得到茶是从陆地运过来的的话 那你很高的机会 它叫做chai 而不是叫做t 这样懂了 OK 那当然有些例外 不是说并没有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 这边报道里面说的一些些 there is an interesting pattern that the word t shows across the globe 所以茶这个字 魂化世界 shows across the globe 是有一个很有趣的模式的 there is an interesting pattern with very minor exceptions the world has only two words the world, excuse me has only two words for t 所以世界上 茶只有两个字 一个是t 一个是cha 只有很少的例外 so with very minor exceptions 所以并不是没有 但是并不多 所以其中一个 one is like the English t of course 所以它是用英文写成 所以它把茶这个字 就直接用t说出来了 那所以其中一个 当然就是英文的t 那法文或者西班牙文 或者甚至 这个字大概是非洲 那头角都是它的 类似的版本 the 上面加一撇 或者是te 后面上面加一撇 或者就tee之类的 所以它的发音 大概都离t不太远 我不敢念出 法文西班牙文 以及非洲的版本 因为我不会那些语言 好 那另外一个 这是cha 那它来自于像 阿拉伯文的chay 或者hindi 就印度人讲的语言的chay for example so the other one is some variations of cha found in Arabic 这个或许念chay 另外这个念cha but doesn't matter 那它就接下来就解释这后面是为什么 可是 again我要回来这里 因为我今天想讲的其实主要 主要是它的标题 t if by sea cha if by land 你可能就会说 我或许看得懂或许看不懂 然后你就开始挑剔说 外国人讲话都不讲文法 并没有 一个会英文的人看到这个句子就知道 它其实是经过了大量的省略 才能够把它变成这个样子 的确它并没有动词 甚至有没有主词都很难说 那我们就要理解 为什么它可以省成这样 或者建议一个 如果说一个母语人士看到这个 t if by sea cha if by land 后面这句我们都可以丢掉不要了 就是why the world 还是only two words for tea 这个是废话 因为后面这个句子已经完整了 我们就把它去掉 因为这不是我们想看的 我们就要这样放句点 t if by sea cha if by land 果然这里就被画绿线了 对不对 问问你自己 考考你自己 如果说我要你把这个句子 还原成它原本完整文法正确的样貌 你做得到吗 所以我可以跟大家说 只要是接近母语人士的英文 或者母语人士本身的英文 它一定做得到 它在这句说的其实就很简单 如果你是由海洋运送的话 它的名字就是t 如果它是由陆上运送的话 陆地运送 陆运的话 它大概就叫cha 所以你的国家从什么方式来接受它 它就叫什么 你的语言就接受那个称呼 so 它的文原本的样子大概是 it is called t 我就别大写了 if it is transported by sea 然后另外一个则是 我们或许这份号会比较好 it is called cha if it is transported by land 所以它的原本样貌长得八九不离十是这个样子 你或许说可能有些variation 但不是重点 重点就在于它的结构应该是这样 所以它主持动词就是它叫做查 如果它是被海运来的 it is called tea if it is transported by sea 那你说你身为一个母语人士 如果今天你要把它开始做省略 然后把它放成一个报导的标题的话 how do you go about it well我们把一个东西最核心的东西留着 然后我们把它的汁液的部分全部砍光光 所以这个它叫做查 重点是什么 查 所以这个它叫做的部分就不要了 所以只留个t 如果它是被海运送来 所以transport这个字就已经废话了 因为海运才是重点 所以那如果当然要留着 right 所以it is transported的部分都不用了 那你说bike可不可以丢掉 如果你这边说if sea t if sea 这个就不行了 你还是得加一个by才可以 借由海运送过来的嘛 对不对 所以省掉的部分是 if 就是it is transported so it is called tea if it is transported by sea 省光之后就只剩下 t if by sea 多好啊 对不对 right 然后后面也一样 it is called char 省掉了 就只有char if it is transported by land 所以if it is transported 一样被丢掉 只剩下by land 所以我们这边就只剩下了 t if by sea char if by land that's it OK 好 那为什么能够闪成这样 它也是源自于你对这个语言 已经有了相当深的认识 你有一个很强的文法基础 你知道主持动词怎么建构 你才能够把主持动词丢掉 只剩下最去无存经的 很好理解消化的敌方 所以我还是要从这个句子来强调 文法是很重要的 你要是没有文法基础 你根本做不到这样的省略 相信我 OK 好 所以 其实这里好像也就分享完了 就是我跟大家说的 好 文法重要的部分 那我们再多看一个 也是一样文法的东西 因为我知道大家有时候对文法题目 还算是蛮愿意接受的 虽然我通常觉得讲文法很无聊 我宁愿分享很有趣的内容 不过既然大家爱看文法 我们就多讲一个 文章的部分会有这个结构 可是我们先看一下 就我把它写成一个公式化的东西 给你看看 你觉得哪个对 所以假设你要排比三样东西 就XY跟Z 然后你还要想补充一下说 以及其他 XY跟Z还有其他 这样子 那这里写的一个是 XY&Z among others 或者XY&Z 对不起 XYZ and among others 如果说你对这个排比 有一定的理解的话 你会了解 我们在最后一样的前面要加and 所以A-B-C 不行 A-B-N-C才可以 我把它打出来 对不起 所以我们讲的是最基础的理解 所以如果是A-B-N-C 这很好 如果有四样的话 A-B-N-C-N-D 总是在最后一样的前面 加一个and 你八九不离四就不会错了 所以C前面加一个and D前面加一个and E前面加一个and 前面你有几个都全部用豆点隔开 This is good OK 如果说今天你要再加一个还有其他的话 它就会变成A-B-N-B-N 以及其他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and 这可以 因为其他事还有很多 像说小王跟小民 以及其他人们都有参加这次的考试 以及其他人们是不是就必须要是复数的 没有错 可是他们就跟我们前面的A-B-C identifying 只是C变成了复数的 所以我们只是把c换成了others 这样子而已 so a b and others 这是正确的英文 目前ok you following me I hope so 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的都是ok的 我们就以及其他这个部分 可是 对不起我这里再多讲一个 对不起让我再多讲一下下 我们这个以及其他 其实有另外一个语言的版本 就你大概也一定看过etc 对不对 这个etc其实我忘记是希腊文 还是另外一个什么文 就英文源自于拉丁文 忘了是哪一个 但总之它真正的写开来会变成是etc 我是写得出来的 这个我I remember so much ok 这个我还记得 那这个et跟cetra这两个分开的字 这个et就是end 所以如果你想把这个etc 丢在你的排比里面的话 你必须把它说成a逗点b逗点 我看过这个错的 就加一个c好了 然后再加一个 endetc 这是我看过 大家写出来过的版本 我的学生们 那很遗憾的是这是错的 因为我们刚刚说这个et加上cetra 这个et就已经是end了 所以you are effectively saying end end cetra 所以你就有两个end 那这是不行的 ok 所以怎么样写成正确的版本 让我来copy paste一次 然后这是正确版本 而正确版本就是把end丢掉 因为这个里面的at已经有end了 so a b c etc 这样就可以了 ok这样就可以了 以及发音上我们也稍微纠正一下下 或者说调整一下下 这个etc怎么念 如果你今天要口头报告说 a 如果没有a跟b跟c 以及其他族群的客人 所以abcetc 不可以 你不可以把它念成etc 你要把它念成 就是我这里写出来的etc 其实念成etc 也可以 etc 我听过一个错误的版本 是把它念成ik 可能大家以为里面是k的音 etc 不是 是et ok etc 之类的 这样就ok了 好 所以这是我们多补充的一个东西 但是这个以及其他又有 我们终于要回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版本 就如果你不是讲and others 而讲的是amond others 怎么办 因为amond这个词是在之中 对不对 所以xy跟z 以及在他们之中还有其他人 我们如果讲成这样子的话 但我们要知道amond这个词 并不是连接词 ok 并不是连接词 所以上面这个版本 axy and z 豆点amond others 它是正确的 因为前面这个结构 就已经完整的把排比结束了 所以你不能说andamond others 为什么 就因为这里多卡了一个amond 因为amond是什么词 解析词 所以你不能够and之后 加一个并不是排比结构的东西 什么叫并不是排比结构的东西 我们前面的xy跟z 它根据文法规则 都必须是同样词性的东西 所以xy跟z 可以是都是形容词 ok I'm happy, sad and emotional at the same time 其实ok 所以happy跟sad形容词 emotional ok 所以排比了三个形容词 没问题 ok 所以我长得又矮 然后又老 老残穷 可以吧 so I am old 老残 I'm old handicapped cripled and poor at the same time 三个形容词 也是ok的 对不对 更不要说三个名词就很简单了 例如说Tom, Jerry and Michael are going to the concert 三个名词也没问题 所以如果说你接的是三个东西 要接在第四个东西 就继续接下去的话 你加一个and among others 是不行的 为什么 因为你在and的后面 原则上应该还是要接你最后那一项 跟大家词性一样的东西 对不对 你后面要接一个跟前面的东西 是词性相同的东西 可是你这边这个amount是个介细词 那就已经不同了 听懂意思 所以这个amount others 是等于是后面的一个额外的补充 你不可以把and丢在它前面 因为它不是排比的一部分 我们这样简单说好了 ok 它并不是你的排比的一份值 不可以 ok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边 我们直接看它的例子 这样 所以它说这里讲了 this form spread beyond Perjia becoming chay in Urdu shay in Arabic and chay in Russia in Russian 对不起 amount others 好 这就再读一次 因为里面好几个 就是查的这个发音 我根本也不见得发的对 所以它这个字的形式 这个form 就spread超越了 波斯 Persia 然后变成了在这个 Urdu这个国家或者语言中 变成了chay 或者shay I don't know 那在阿拉伯变成了shay shay 以及在俄罗斯变成了又是shay 所以你看到我们这里的排比是什么 becoming 第一个名词 第二个名词 and之后第三个名词 请看一下萤幕 拜托 所以第一个名词 第二个名词 以及第三个名词 都是非常OK的排比 都是名词名词and的名词 然后他做了一些什么事 逗点后 amount others 还有一些其他的 所以他的写作是正确的 OK 所以很多报道是经得起文法的分析跟考验 要是你看看发现写不对 当然你自己也得够厉害就是 你就可以说他写错了 这样子 那我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写对了 这样 好 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大概就是这两个概念 第一个再强调一下下 其实应该可以说有三个 就是句子省略的一个概念 你要够厉害 你才可以做这样的省略 不要再说外国人不讲文法 人家很假 OK 再来就是ab and c abcd and e 如果你要放这个 以及其他 你可以用and others来处理 你也可以用etc来处理 最后一个则是 这个amond others的用法 它并不是排比的一部分 所以你得把它从排比拆开来 放在排比e外 所以这个xy.n的z这个部分要知道 好 那到这里可以了 until next time 我是Paul